有沒有發現到我背後的布景邊的不一樣了? 沒錯!我因為太渣被追到跑路啦! 我們坐在套房常常會遇到 好想自己親手做一道家常菜 卻礙於廚具不足 所以只能花大錢在外面吃一碗 貴桑桑又吃不飽的小碗乳酪飯 所以今天香哥要教大家做一道 只需要一個電子鍋 就能輕鬆做出一鍋 小資女的簡易版乳酪飯 那就跟著香哥一起去出場吧! 香哥用的電子鍋大概是 像這樣子的大小 我約煮起來可以吃二到三人份吧 那我們就開始下廚囉! 首先我們要準備的食材有 蒜片、冰糖、紅辣椒、薑片、洋蔥、切碎的頸膚、小肉 兩顆雞蛋、醬油、醬油膏、還有調味粉 首先我們倒入一點沙拉油 接著丟蒜頭、薑片、還有洋蔥 把它翻炒到香味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加入一下烤肉 接著把冰糖丟進去 做適當的翻炒 然後倒一點醬油讓它稍微上色 接著把切塊的姊夫也一起丟進去 我這邊會加小黃瓜 主要是因為如果我們的肉不多的話 你可以加小黃瓜去增添它裡面的料 那其實因為小黃瓜 燉煮到最後的時候它也是軟的 已經沒有那種讓人害怕的花味 那如果說你不敢吃小黃瓜的話 也可以用茄子 或者是加杏瓜菇來做代表 然後倒入我們的開水 其實水不用夠多 大概有醃到肉的上面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覺得顏色不夠深 又怕死刑的話 那就是再加個一湯匙或半湯匙的醬油膏 這時候我們的蛋液已經煮好冷卻了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剝開 丟到滷肉裡面去吧 這個滷肉上面已經會浮出一些渣 那我們把它撈掉就可以了 好 那我現在先放著滷肉上面慢慢滷 先回到客廳去看我的 把他點檔香土具 我們的小資女簡易版滷肉飯大成功 你說死吧是很簡單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三哥五次再見 掰掰 不要忘記買白飯